這次強震全台有超過460所的學校受到損害 更造成了36名學生不幸罹難 其中台南昆山國小也準備請輔導老師跟心理師來待命 開學之後要趕緊安撫其他學生的心情 17年的校舍先後挺過921和賈仙大地震 卻抵擋不了206美濃牆症 教室外的洗手台禮和走廊上布滿了破碎瓷磚 還有 獄警國中因為地震的關係鋼筋裸露在外 可以看到這柱子滿是裂痕 更比如說這窗戶因為地震的關係被擠壓到變形 校方趕緊拉起了封鎖線 要防止學生進到這個地方 另外在活動中心有個柱子 因為地震的關係外牆剝落磚頭碎落一地 活動中心開學後暫停使用 還好地震當時放寒假才沒人受傷 包括我所在的台南 全台灣從幼兒園到大學 總共有460所學校 在這次的地震中受到損害 出估損失的金額是達到了2億元 由於我所在的台南損失最嚴重 其次是高雄和台中 台南是永康區的昆山國小 主建築沒受損 但教室凌亂不堪 道路的吊扇還放在椅子上 電梯故障因為擠壓 與教室大樓間出現空隙 但是這些硬體都可以慢慢恢復 受傷的心靈又該如何撫平呢 昆山國小共有10位學童 這次不幸罹難 4人受傷 其中有3人無法順利開學 面對同學意外罹難 其他小學生受傷的心靈又該如何重建 由專業的心理師會接續的 來跟我們全校的師生 做一下所謂的安撫的一個活動 安心的一個活動 開始第一天 校長會先安撫全校師生 第二天各班折止賀祈福 接著老師會觀察學生的情緒 個別輔導 請各個老師都要度以 不管是有這個往生的同學 或者是自己就在在一起裡頭 這兩類的學生 我們要做團體輔導跟個別輔導 教育部也強調各校會如期開學 然而全台共有36名學生 在地震中罹難 無論是他們的親人 還是同班同校的師生 恐怕都需要一段時間來撫平 心中的痛 宇特TV蔡秉文李宗憲 台南報導